爱不是等待 爱是朝夕相处 面包我可以自己赚 你只需要陪在我身边 爱我就好 这大概就是吴君如与陈可欣之间爱情的模样 他们携手走过的24年向大众证明 有时候爱一个人的方式并不一定要婚姻的捆绑 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 我是爱一个人的方式 爱你的 你是自由的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爱情观 一个是最佳女演员 一个是最佳导演 他们的相遇并没有多么惊喜浪漫 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普通 当时 吴君如带着没电的手机找充电器 正巧遇到当时在讨论电影的陈可欣 发现对方手机型号和他一样之后 吴君如上前询问 为了方便 两个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在后来的聊天中相谈甚欢 电影中的吴君如常常以一个男人婆的形象出现 演技从不拘束 无论是邋遢的装扮还是夸张的动作 他都能完美地呈现出最好的演绎效果 有他身影的情节也总是令人捧扶大笑 印象深刻 之后 联夺电影界的两项大奖 这是对他演技的充分认可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打咧咧的女生形象 引起了陈可欣的好感 他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于是 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 总是偷偷地在吴君如外出拍戏时 关注着对方 比如 吴君如一落地 他就知道对方住在哪里 他的小心翼翼 让吴君如感受到对方是真的喜欢 之后 两个人顺其自然地 开始了爱情长跑 2004年 他们正式同居 那时候的吴君如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表示 同居生活只是住在一个屋檐下 屋子一人一半 房间一人一间 生活的开销也全部A一致 要绝对的公平 事实证明 两个人后来的同居生活 也一直都很和谐 他们给足了对方足够的空间 互不打扰 有相互关怀 是他们的相处模式 当时40岁的吴君如怀孕了 为了给陈可欣一个惊喜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不知事情真相的陈可欣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开玩笑地说 孩子不是我的 我有什么好开心的 第二天 这件事便登上了热搜 吴君如怀孕了 陈可欣说 孩子不知道是谁的 吴君如生气地 给陈可欣打去电话 说孩子不是他的 让他不要回家了 陈可欣马上反映出 其中的意思 他激动地问 你真的有了 当晚就买了吴君如爱吃的 又耐心地哄好他 之后 陈可欣在十月围城的颁奖典礼上 略带幽默地对媒体说 孩子确实是我的 台下响起了掌声 陈可欣这明目张胆的炫耀 确实让人羡慕 哪怕是后来孩子的出现 也并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平衡 陈可欣想要让他更轻松一点 对此 吴君如坚持不同意 不得不说 吴君如是大胆的 是坚定的 或许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相识24年 相恋18年 有人说 没有婚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在一段感情中 大多数人总是希望快速地确定关系 最后 以步入婚姻殿堂的方式 来证明彼此之间的爱情 实际上 婚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爱你 我做好了要与你过一辈子的打算 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 深情而不纠缠 是对爱情最好的诠释 吴君如和陈可欣 他们足够相爱 对彼此的足够信任 24年来 他们的感情依旧如初 因为足够喜欢 所以他们之间不需要一纸婚书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 有可爱的孩子 也可以是幸福的一家人 或许大家都觉得是吴君如傻 两个人在生活中的相处 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公平 也没有人认为 哪个女人会拒绝一场婚礼 是陈可欣不愿意结婚 可事实上 在一次生日宴会上 陈可欣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求婚 吴君如直接过了戒指 陈可欣曾在采访中表示 他支持吴君如的想法 只要他想领证 他随时愿意 后来再次公开夸赞吴君如说 这个没有哀愁的大小姑婆 让我的人生在青春的尾巴上绽放了花朵 我这辈子恐怕我再也逃不出他的魔掌了 毫不避讳 言语当中表现出他当下的幸福和甜蜜 他大方地爱着吴君如 而他也在他事业有困难的时候 替他偿还五亿的债务 不依靠于男人 始终清醒且坚定 我不与你捆绑 你需要时我会拼尽全力 吴君如独立的个性 谱写了他人生帅气的一面 有的爱情不需要海誓山盟 也不需要向谁证明 只要彼此坚定 一纸婚书或许也可以可有可无的 他们不将此视为两个人之间的捆绑 到如今已经一起走过平平淡淡的24年 近期透露的生日照中 两个人依旧恩爱 让人羡慕 我对你的爱意还未说出口 你便向我走来 只一眼 我深知你也一样爱我 说起香港的喜剧年园 你最能想到的是谁呢 肯定非吴君如莫属了 虽然吴君如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长得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吴君如绝对是最特别的一个 能在复杂的娱乐圈里站稳脚跟 还能俘获了大名鼎鼎的陈可欣导演的心 长相平平的吴君如到底有何魅力呢 吴君如1965年8月2日出生于香港 吴君如小时候长得就跟一个假小子似的 爸爸天天都说他长得很丑 说女儿的鼻子像墙上的三孔插头一样 耳朵就像猪八戒的大耳朵 对吴君如有一句口头禅 你看你斗鸡眼 吴君如小时候一直是斗鸡眼 而且特别厉害的那种 后来吴君如慢慢地分开的 因为耳朵特别大不好看 吴君如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扎头发 把头发放在两边当着我耳朵 冯小吴爸爸就调侃自己的女儿长得丑 然后吴君如就一直都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虽然爸爸经常调侃女儿长得丑 但是在心里还是觉得女儿是最优秀的 吴君如在16岁的时候 吴君如的爸爸就建议女儿去选香港小姐 吴君如听到之后就跟爸爸哈哈大笑 然后调侃老爸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吴爸爸一本正经地说 你小时候的确是不好看了 但是越长大越漂亮 正是因为爸爸的支持和鼓励 吴君如去报考了无限的学训班 很顺利地就被选中了 从此踏上了演艺之路 吴君如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 很快就获得了演出的机会 后来更是一炮而红 最多的时候同时拍八部戏 吴君如在事业稳步上升的时候 感情生活也是一路生花 遇到了今生最爱的陈可欣 吴君如和陈可欣是在上世纪90年代相遇的 那个时候陈可欣没有什么名气 长得也不帅 而吴君如当时已经跟周星驰 刘德华 林正英等大咖都合作过 是当时的当红明星 在陈可欣第一次见到吴君如的时候 就觉得吴君如乐观大方 性格特别好 然后就鼓足勇气去约吴君如吃饭 但是因为陈可欣特别害羞斯文 一直没有表达出刺激的感情 吴君如也不知道 当时吴君如去台湾主持一个综艺节目 每一个礼拜都要飞去台湾一次 有一次吴君如就跟陈可欣打电话 说他要去台湾过两天才能回来 没想到吴君如一到酒店 隔壁房间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吴君如接到电话的时候非常意外 一听是陈可欣 吴君如瞬间就什么都明白了 不得不说 陈可欣为了追吴君如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陈可欣凭借自己的高情商 很快就追到了吴君如 在跟陈可欣谈恋爱的初期 吴君如头一两年还是非常害羞的 那个时候陈可欣在美国居住 每次吴君如就去美国时 他都是有时差的 然后陈可欣就非常斯文的 给吴君如讲最近发生的事情 吴君如其实特别磕睡 但还装得特别想听 时不时地冲陈可欣 娇俏地微微一笑 心里面却想的是 这种生活实在是太闷了 吴君如和陈可欣在一起很多年了 两个人现在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 还会手拉着手非常浪漫 因为吴君如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时过一辈子 就一定要有一些亲密的感觉 不然就跟朋友一样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